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雷亚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 今天的新闻焦点 周游公司宣布 6日凌晨零时起 汽油价格每公升调涨 新台币0.2元 柴油调降0.5元 国内油价连续8周调涨 汽油累积调涨2.3元 若以加满油箱50公升计算 车主得要多花115元 台湾沿海曾发生多起 风狗浪夺人性命的事件 交通部书运研究所发布研究 发现台风长浪 有形成风狗浪的潜在趋势 依照目前的科技 虽然无法精确的预报 但仍建议建立预警机制 明年起一连好几天天气都不稳定 气象局预报 明后天梅雨封面逐渐接近 加上华南水汽东移 各地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 预计要到周五开始 梅雨封面逐渐远离 天气才有机会回稳 每逢下雨天 天雨路滑 就怕机车骑士 骑到了标线上会滑倒 现在北市打算 要在现有的标线上面 加强涂层的防滑系数 同时也要拉宽斑马线 还有白线的距离 让行车更安全 雨下的正大 驾驶都不敢开快 而一名机车骑士骑在白线上 遇到转弯处就摔倒了 另外也是一名骑士行驶在市区里 一不小心压到标线摔了好大一跤 天雨容易陆滑 尤其地上标线更要留意 根据北市统计 近五年机车自摔线数超过3000件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交通标线 因此北市从去年开始 新铺设的道路标线 抗滑系数全面提高 从中央标准的45BPN 提高到65BPN 并且将斑马线间距拉宽一倍 接下来也会持续执行五年更新计划 是有针对标线的一些状况 我们要去做调查 标线状况 现在要赶快更新的 我们就把它列在比较前面 标线它属于磨好的材料 就是它一阵子就会被车子 轮胎的磨损 把它磨平了 然后慢慢变不见 或者变化了 那其实就是定期的去帮它重划 专家认为提高抗滑系数 绝对是有利于驾驶者 不过也因为摩擦力变大 车子轮胎容易被磨平 而回归根本 想要减少意外 还是要提醒驾驶 行驶过程 不要超速 慢慢骑 带来新闻林简论集台北报导 健康一提 心血管疾病呢 在国人十大死因当中是名列前茅 过往呢 多半都要使用手术的方式 放置心血管的支架 或是心脏绕到手术 不过现在可以倚靠一种叫做体外反驳的治疗 不用侵入性就可以达到替血管疏通 为心脏做复健的疗效 心脏就像是人体的生命帮谱 将血液经由动脉血管输送到全身及各重要器官 若动脉硬化血流受阻 心脏需加速跳动挤送血流 长期就容易引起心肌梗塞 心脏衰竭 甚至中风肾衰竭等 不只致命 更严重影响生活品质 60岁的李女士近年来饱受中风 及巴金森氏症之苦 经常眩晕 无力行走 没想到连心脏也出现异状 就突然这样黑暗门 就这样昏倒了 心脏会痛 弓尾就没力了 心跳特别快 130 140 在医师的建议下 李女士接受EECP体外反驳治疗 她就是心气心跳快 交感神经失调所造成的结果 发现她是很厉害的 巴金氏症 而且这段时间很厉害的在退化当中 除了坐轮椅之外 其实几乎连站起来 稳定度其实都不够了 更不用说要走路了 所以我们安排了EECP的时候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借由EECP 来增加她脑部的灌流 然后因此希望能够脑部能够更进一步的功能改善 EECP体外反驳治疗是透过三段气囊压力带对下肢加压 依据患者心跳在心脏舒张时充气收缩时放松 把刚从心脏送到全身的血液再挤回心脏 增加心脏及全身器官的血液灌流 EECP体外反驳治疗不需住院 由医护人员监控血压 脉搏及血氧含量 无痛且过程极为安全 不会心痛 因为我墨脂脚的循环有比较好的 就是要增加她脑部的功能 就是希望她能够让她半生肾脑部机体核这边的障碍 能够可以活化 心剂也会改善 她的手抖也会改善 慢慢地调节她药物 药物也可以不用再增加了 或者是减少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心血管疾病大多跟我们的日常饮食 与生活习惯有关 所以只要遵从医嘱 服药回诊 戒除烟 酒 控制血压 血糖 血脂 选择蔬果 清淡的饮食 扬成运动习惯就能远离心血管危机 泰国69年来 第一次的加冕大典是让外界大开眼界 而泰王也在加冕之后首次发表了演说 大皇宫内联幕拉开 泰王瓦吉拉龙宫正式加冕后发表首长演说 呼吁大家团结 紧接着泰王坐上龙教到御佛寺表达对佛教的支持 祝贺泰王长寿的看板 沿街处立 泰国首都曼谷喜气洋洋 民众穿着象征王室的黄上衣 认真盯着街边大荧幕转播整个过程 心情相当激动 69年第一次加冕大典 不仅泰国民众大开眼界 很多外国人也予有荣烟 为了亲眼目睹五号的王室游行 来自各地民众天还没亮 就陆续来到大皇宫外面抢占好位子 许多人还把泰王照片高举头上表达敬意 五号上午进行王室成员的寿勋册封 从公主开始 依序跪爬到瓦吉拉龙宫脚前 遵照王室传统行福地理 犹太王在他们头上点圣水 完成授与新王室未接的仪式 大爱新闻旅方编译 攀上圣母风是许多登山客的梦想 不过最近世界第一高峰 则是蒙上了世界最高垃圾场的臭名 因为许多登山客在征服过后 留下了大量的垃圾 14名的在地向导发起了青山计划 短短两周就清出了三顿多的垃圾 白雪矮矮 气势磅礴 本来应该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之一 圣母风 现在却成了世界最高垃圾场 攀上世界第一高峰 是许多人的梦想 但是为了减轻身上负担 登山客也会随手扔掉不必要的物品 为了避免垃圾不断增加 造成严重污染 尼泊尔的登山巷岛 发起清理圣母风计划 14名成员预计要花45天清除10顿垃圾 如今两周过去 已经清掉了三顿多 垃圾五花八门 包括空罐头 宝特瓶 还有攀岩装备 尼泊尔当局也派出一架军用直升机帮忙搬运 其实早在2014年 尼泊尔当局就要求每名登山客 先付4000美元押金 回程时若带8公斤垃圾下来 就可全数奉还 中国大陆更在今年2月 禁止游客从大陆这一侧登山 都是希望还给高山原本应有的纯净 大海西文旅方编译 极端气候也让许多物种的生态大乱 英国去年夏天是炎热又干燥 好消息是部分病临绝种的蝴蝶 它的数量激增 但是仍有三分之二的品种 数量长期以来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蝴蝶直接停在人的手上 还展开翅膀露出美丽的鲜蓝花纹 去年的炎热夏天 让英国多达39个品种的蝴蝶 数量激增 加上因为去年2到4月寒冷天气 可能让毛毛虫和蛹都更容易生存 该国蝴蝶监测计划4月就宣布 濒临绝种的黑法王蝴蝶成长高达9倍 而大蓝蝶也成长58% 数量都达到自1976年以来的最高峰 蝴蝶是检测 它是一部分食物线 有些蝴蝶的生活组织 是与蝴蝶和蝴蝶的种族 然后它们有其他联络的联络 所以它们是一个关键的联络 所以我们看到它们的健康 健康的健康 但目前保育工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项蝴蝶监测计划显示另一个坏消息 即使目前有些蝴蝶品种数量变多 仍有高达约三分之二的品种 数量长期以来都呈现下降趋势 最大的东西会让蝴蝶的变化 是工业、现代工业的草害 特别是我们在草害的草害 除了现行农业模式气候变迁 和人类发展与开发 也加剧蝴蝶面临的威胁 因此实行更积极的作为与保育工作 才能确保我们和各种蝴蝶永续共存 戴新闻一样介入编译 镜头来到了墨三比克 此地基金会是持续在当地 发放建材农作包 过程当中也带动许多人 加入性善的行列 如果不是后勤采买物资调货 怎么会有前线发放作业顺畅 当此即正在团圆神奇不对 就知道这采购交货可能出问题 在墨三比克 厂商点头说好 可不一定就是OK 一定要确定物资上了卡车 这心中的大石才真正放下 在此季发放现场 歌颂教会引领之歌 这是爱的合奏曲 歌词意思 如果你不把在教会学到的座道 你就无法上天堂 本土志工很贴心就怕 瘦家居民晒太阳晒太久了 因此把这些卸货用的之后纸板 一个个地撕下来 就当成了瘦家居民头上的 就这一点遮阳帽 能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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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岁的爱希达 与70岁的女儿爱依莎 母女党拖着老麦身躯 搀扶而来 当地志工替他们抗物资 老母亲干脆坐了下来 露出她的伤口 这风灾够折腾她的了 女儿把母亲拉起来 牵着她的手 缓慢步伐 照顾母亲是她的责任啊 亲疼长者 本土志工是最佳左右手 忙到这汗仿佛用喷的 27岁的安东尼奥 做志工已两个星期 我都好 但是 谢谢神经病 我还在生活中 我不能够累 因为我只是个障礼 我持续持续持续 我必须把所有人都拿来 所有人都拿来 我认为世界很高兴 我很幸福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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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無所謂 我們幫助人心裡開心東西 來莫三比克工作 也以另一種方式 更認識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此際建材農作包發放 就是一個愛的平台 大愛秀人家珍 梁江明 莫三比克報導 盡頭回到台灣 迎接佛頓節 母親節 慈濟日 三節合一的日子 澎湖也率先展開了 遇佛活動 供丹族 珍雅三比克 遇佛活動不分男女老幼 凝聚靈禮盛心 珍雅智帶著孩子和婆婆 外婆參加四代同堂 是覺得我一直對於 對於遇佛這件事情 我都一直懷著感恩的心情 有一種很平和 然後好像可以消除我心裡的一些繁雜 來自美國的傳教士也來參與 宗教雖不同 交善行孝的精神相同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更了解文化的機會 讓我們了解 讓我們可以更多的愛人 我覺得雖然宗教不同 我們還可以幫助人 迎接福旦節也是孝親月 子女雙膝跪地 為父母吃點心 阿嬤就是我的母親 因為阿嬤很照顧 從小六個月照顧到現在 我會想說 阿嬤謝謝你 辛苦你了 我愛你 你 報答親恩 不用等到將來長大 日常生活就能做到 這樣的動作或許很多人並不熟悉 透過志工的引導 愛要說出來 帶一新聞 這是美志工 蔡素嬌 葉秋良 鄧寶珠 澎湖報導 而台灣本島的育否大典 則是會在下個星期日舉行 趁著今天上午好天氣 志工是動員萬人總裁派 整齊花衣的動作 是靜思谷對成員們 花了相當多的時間練習的成果 欲佛大典前夕 從年輕人到長輩們都不含苦 要將自己的力量展現出來 我50歲計數量銀行 就大概20 23歲啦 正年輕的時候 正可以發揮的時候 穿上警察制服 來自航空警察局的技術針 也是萬綠叢中的一點紅 在彩排現場相當吸睛 我很喜歡這樣的活動 場合中的相關的佛樂啊 或者是有關於佛在03的這些音樂啊 我都覺得是我很喜歡的 我很喜歡這樣子來自我調自己的習氣 仔細一看地板上貼了許多地標 目的是在活動時能夠迅速就定位 而彩排一結束 大家也順手把地標撕除乾淨 不留下垃圾 今年讓各區塊自己來貼地標 他們自己很清楚 我是全部到齊的彩排 還是我只來種子的彩排 所以他們自己來多少人就貼多少地標 每個動作都不敢馬虎 來自各個社區的志工 同心協力完成演練 希望在日佛大典當天能夠順利進行 帶來新聞範秀以葉宜玲台北報導 高雄靜思堂53週年的靜態部展 今天是開展了 而今年的主題是 莫忘那一年 帶您一起來了解 我們一起揭牌 揭開部幕高雄靜思堂靜態展開展 主題是莫忘那一年 只要讓它安心下來 讓它有一個安住的地方 那一年有20年前天遙地動的921 還有10年前的莫拉克風災 在88風災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有很多的漂流木 除了部展外 志工還運用模型 讓參觀的民眾仿佛走入當年 這樣的一個警惕 其實大家都真的要守護這個地球 然後愛護這個地球 這樣子 為了讓志工更貼切導覽 當年照片上的受災鄉妻 也現身分享自身經歷 我們是身為一個災民 那如何未來在講我們的故事 如何跟慈濟結下非常好的一個因緣 所以把這樣的故事一個能量 跟大家分享 就連平均年齡30多歲的高雄靜思古隊 也是傳伐者 眾業就像慈濟的志工 然後我們去接引 裡面的小美麗就像種子一樣 會需要就是安排骨兒一起輪班 然後為大家為會眾來介紹 對 就是也希望能夠接引更多年輕人 有年輕人這樣子 願意來行人間菩薩道 是一件很令人開心的事 透過靜泰展回憶歷史 借慎虔誠也把鎮言上人的拔髓 植入心田 大家新聞介紹王昭中高雄報導 第八屆南丁格爾獎 今天舉行頒獎典禮 總統也前來表揚得獎的護理師 我一直到現在不後悔的是 即便我畫一個早上在一個個案身上 我都覺得值得 得到今年南丁格爾特殊貢獻獎的 達悟族護理師張淑蘭回到家鄉 開啟蘭嶼的居家照護 總統肯定付出 這一刻對他來說意義非凡 我們得了這個獎 好像就是蘭嶼被看見了 就是蘭嶼的醫療被關注了這樣 所以特別感動 蘭嶼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地方 就是絕對不是政府的那種主流的思維 可以就瞭解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照護的介入 必須是由我們在地的人去決定 或者是才會知道 返向服務25年 張淑蘭用信仰幫忙族人 希望外界能支持他們 讓當地有更多的醫療照護 另外亮點 衛福部署醫院百年來 第一位護理師副院長 此季護專畢業校友林紹文 看到這麼多故事有感而發 我才特別的覺得其實護理 還有更多更多的事情 可以為更多需要的人 去做努力跟服務 不同的付出同樣的感動 南丁格爾選拔既有活動 表揚默默付出的護理師 因為有他們的努力 讓台灣擁有更好的醫療環境 帶來新聞產量李建寬 台北報導 天氣方面 明天封面接近 加上南方雲系的影響 各地降雨機率都會偏高 西部以及東北部地區 會有降雨或是雷雨的方生 溫度方面 因為東北風增強 加上降雨的關係 各地都會降溫 北台灣下降最明顯 提醒您要添加一物 一起來關心明天的氣象數據 加上比坦白 加上一方面 加上降水 加上麻煩 加上 雲 雲 随着中国大陆劳动节假期的到来 甘肃省的明沙山还有新月湖 近期每天都有超过一万名的游客报道 以上就是这节大爱全球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和家庭安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